搜救第六天 終於發現身影 舊男人員綁上繩索 從直升機上進行垂降 目標瞄準底下身穿藍色衣服的女子 趕快將人帶上來 這名45歲離姓女子跟其他5名朋友 10號從南投東浦入山 一群人沿著馬伯拉斯橫斷步道 盤登可惜怕南山 15號下午 離姓女子脫隊自己攻頂 而其他人登上至高的三角點卻找不到她 附近怎麼呼喊都沒有回應急忙求援 舊男隊從16號中午入山找人 17號閒時在三角點北側找到理姓女子的手機 持續擴大搜索 終於在20號早上10點50分 在北風往北高坪方向約500公尺處找到她 食物不足 因為之前我都比較喜歡有一個禮拜斷食療法 沒有食物之下 我比較不怕 還好有4年多的登山經驗 儘管缺乏食物 但她盡量攝取水分維持 那水源的話 因為山上一定會有一些寒洞或是一些樹根 它下面一定會有水源 所以我就是去挖那個樹根或是那種藻類 然後吸取他們的水 失聯的這6天又遇上冷氣團來襲 就靠著背包內的睡袋瓦斯爐 不取暖度過 但還是出現情微脫水跟失溫 幸好救難隊及時找到人平安將她送回家 原來理性女子脫隊之後跌倒了 弄丟手機跟錢包才沒辦法聯絡同伴 而挑戰的馬伯拉斯橫彈步道 其實月初才發生登山客甩斷腿的意外 民眾想挑戰攻頂 不只裝備要戴齊全 更要注意腳步小心再小心 TVBS新聞 高志宏 蔡新瑜 花蓮採網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